关了灯,微胖女人独有的六处奇妙感受 现在时代变了,女人们越来越以色为美,总是把胖当成缺点 其实女人美不美和胖瘦关系不大 相反,微胖的女人更能激发男人的狂野 因为关了灯,微胖女人能带给男人不一样的奇妙感受 1. 微胖的女人手感十足 微胖的女人晚上关了灯,摸上去会感到十分丰满 丰厚的胶原蛋白让女人的身体光滑,而又有弹性 这种触感就能激发出男人的征服欲望 让彼此能有酣畅淋漓的奇妙感受 2. 微胖女人心胸开阔 有句话说得好,心宽体胖 这就是说女人如果心地宽广,身材在外表现就是胖 她们总是用宽广的身体包容着别人,体谅着别人 像一个小太阳温暖着身边的人 3. 微胖的女人性格大大咧咧 微胖的女人活得很潇洒,也很随性 她们的性格大大咧咧,不拘小节 她们不会主动生事端,也不会无缘无故欺负别人 相反,她们身上带着更多的仗义直言的义气 4. 微胖的女人带出去有面子 有句玩笑话说,胖女人带出去聚会才有面子 因为一看家里伙食就丰盛 不像瘦弱的小财机一样,一看就营养不良 微胖的女人很好爽,酒桌上也会为你赢得很多面子 5. 微胖的女人不挑食,好吃吼 女人之所以胖,还不是因为胃口好不挑食 这样的女人好吃吼好养活,男人真是省了好多事 6. 微胖的女人身体温暖,晚上可以抵御寒冷 微胖的人可以自带发热系统 胖人身上的体温基本上比瘦人的体温要高两度左右 所以到了晚上,搂着胖女人起不是很温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